洗手是预防细菌和疾病传播最好的方法 不洁净的双手会携带可以治病或有传播性的细菌 当我们接触过他人或食物并且双手有脏物残留时 诸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真菌等微生物和各种化学物质 会在我们接触面部、眼部、鼻子或嘴巴的时候 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我们的体内 想要正确的洗手 首先使用肥皂并在干净清洁的水中全面摩擦双手 确保在指尖、手掌、手背和指甲间摩擦出大量的泡沫 如果可以的话,请使用小刷子来清理指甲内侧 在冲洗肥皂之前充分揉搓20到40秒钟 如果使用公用厕所,请用一次性纸巾或干手机烘干你的双手 你也可以使用一次性纸巾来关上水龙头并打开工厂门离开 请尽量在家中保持毛巾清洁干爽并定期更换 要有规律的洗手,尤其是当 接触生肉后 当你受伤或伤口暴露时 当双手不洁净并且肉眼可见时 使用过交通工具后 清理废品垃圾后 饭前饭后 为儿童换过尿片或清理大小便后 如厕后 接触过宠物或动物后 咳嗽或打喷嚏后 外出回家后 护理病患后 如果你的家中没有厕所或水槽 你可以将桶装满干净清洁的水 用普通肥皂洗手 养成用肥皂洗手的好习惯 是防止很多疾病传播的第一道防线 这些疾病包括从常规的感冒 或立即到更严重的疾病 比如脑膜炎 流行性感冒 或肝炎等其他疾病 让我们一起正确洗手 保持健康 感谢观看 每天可以感谢 那么多一点 可能温暖和地方 他们我们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